好 這堂課我們來看一下百分率計算過程 那第一個 第一種想法是1等於0.01 1%等於0.01這個想法 那最小的乘 百分率最小的乘法就是1乘以0 1%等於1乘上0.01 就等於0.01 所以這是最小的百分比的乘法 那這個題目就是8乘上12.5% 那12.5%就是等於先不要看 先不要看percent 先把前面的完成 那8乘上12.5 你就寫直式或者是不要寫直式都可以 那如果是我的話我會習慣 用一個式子就把它完成 8540 8262818剛好一起 1000個0.1 那等於剛好是1000個0.1 1000個0.1的時候呢 剛好等於100 但是還有一個percent 要記住喔 這個percent還要記住 那percent呢就是把這個1呢 變成了百分位 所以變成0.01 所以小數點從各位 往左移兩位 一樣的意思 各位 這看成是各位的位置 往左移兩位 所以就是1 所以8乘以12.5%就是1 這是第一種想法 第二種想法呢 就是把1%看成1% 1%看成1%就是 剛才說的1乘上 如果1乘上1% 就是等於1乘上1% 就等於1% 那8乘上12.5%的時候呢 就會等於 就會等於 8乘上1百分之12.5% 那1百分之12.5呢 就會變成8乘以12.5就是1000 1000個0.1 1000個0.1就是100 那最後約分下來 100分之100就是等於1 所以他有兩種想法 第一種從0.01去想 第二種是1%的角度去想 所以我們有一個例題 就是25乘上30 就等於25乘30 然後呢25乘30先乘 這個先解決 先乘 然後再去思考 百分率的問題 所以這個乘出來是750 這個你會 那百分率呢 要把它產生化掉的時候 就是各位的小數點 楊左以兩位 所以就是7.5 那這是這種算法 那當然25乘以30% 就等於25乘以30 就等於750% 就等於7.5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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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